来这边的话,咱们刚才说了一个设计模式,是选项设计模式 然后下边呢,还得说一下这个ETCD ETCD呢,其实很多人用过 然后有没用过同学,这简单提一下 就说ETCD呢,它这个类似于什么软件呀 嗯,对,就类似于这个ZK呀,Console呀这些 它主要是往里边干嘛呢,往里边写值是吧 往里边写什么,这个就是往里边写KV的东西 一个K,一个Value 那么为什么用它呢,咱们看上边要做的事啊 上边要做的事,就是说要做的是这个注册 注册和发现,那么注册和发现呢 像我刚才说的,你往里边注册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比如说登录,就是一个登录名 这是方法名,后边跟的是服务地址吧 嗯,对吧,其实你看这个是不是一个K,一个V呀 嗯,对吧,它就是一个K,一个V 所以说呢,你想注册KV这种东西的话 用ETCD肯定是可以做的 然后像其他的Console呀之类的,都是可以做的 然后咱们这儿呢,呃,就说一下ETCD它这个怎么去做 那么首先呢,得说一下ETCD这个东西怎么去用 嗯,那么用的话,在我,我的电脑呢 我是给配了一个环境变量 然后在我的这个GoPath的Bin下 有一个ETCD 呃,这里边是EDCD那个Windows版 呃,那个版本呢 我这个,我回去再给你发钱Mac的吧 我这儿呢,是Windows版 这里边呢,有两个可执行文件啊 一个是EDCD,一个是EDCD 呃,CTL 对,这个是扣端的东西 那么这俩呢,呃,我把这个路径EDCD配到了环境变量里 所以说你这个3MD是可以直接用的 哎,直接用 ETCD 好,你看这儿是不是可以直接起来的呀 对,你跟这儿输一个EDCD 实际上是打开这个 那么打开之后呢,这里边打个版本号 然后下边是给你启动了,启动了 启动了,呃,启动了EDCD 打印了一些字质 其实你看 这个就跟你启动一个web差不多是吧 嗯,啊 然后启动,启动完了之后 你,你给它里边写什么值 然后,就是比如说写一个KV 然后你再去查找 然后它就可以查出来 呃,然后呢 咱们这个 试一下啊 啊,ETCD,CTL 比如说呢 这个SET ABC 嗯 啊 什么REDIS 有点像是吧 你看它是不是给写进去一个B啊 嗯,对吧 然后ETCD CTL 嗯,GET 这个A 是不是出个B啊 对吧 这些就是SET GET 哦,又突然说这个像REDIS是吧 确实啊 REDIS也是这种KV简直对吧 啊,也是在这GET SET 所以说呢,EDCD它主要就是GET SET存东西的 然后它的核心的那个算法是RAVT 所以说它肯定能实现分布式共识的 好,这边是EDCD 给它启动相当于一个服务端 然后刚才这个CTL呢,是相当于扣端 然后去操作的 哎,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我先把它给关了啊 啊,关了之后呢,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说我带你拿代码去操作一下这个ETCD,看代码怎么去写 嗯,搁这去写吧 嗯,这个包我可以先搁群里边传一份啊 这是Windows的 然后Mac的我回去再找一下啊 嗯,行,咱们这边先来写代码 然后呢,这个代码是这儿写的 呃,想操作EDCD的话 然后我们这儿呢,得先创建一个EDCD的扣端 也就是说第一步,你这儿需要创建EDCD的扣端 呃,这个扣端呢,是这样创建 有一个包呢,是Client Client,这个V3 它有一个.new 嗯,我看是哪个包啊 应该是这个包吧 对,应该是这个包 然后这个EDCDV3.new new什么呢 呃,这里边我们看一下它要的参数 嗯,它要的参数呢 是CFJConfig是吧 点进去看一眼 你看,它的参数呢 要求是这个类型 那么这个类型传什么东西呢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哎,大家以后用东西也是啊 比如说你用一个新的工具 然后你发现呢 你想用的时候创建 比如说你看它的说文书 创建一个扣端 哎,需要你调一个new 那么new呢,需要传这么一个config 你并不知道config是什么 你就再进去看一下 它到底是什么就行了 懂吧 再进去看一下 你发现呢 这个config是 是一个节目体 哎,节目体里边呢 有很多的字段 其实你想传的话 就传这个字段就行了 啊,不过这个字段 一般它都是有默认值的 你传一些你必须的就可以了 啊,这里边必须的呢 比如说第一个 叫underpost underpost呢,其实是那个 对,它上面有有解释 说是什么呀 是地址吧 啊,这个传的实际上是你 ETCD那个服务端的地址 或者说启动EDCD那个机器的地址 你比如说刚才我在我机器输一个 ETCD 它就把那ETCD给我启动了吧 啊,那这个EDCD启动的地址 实际上是我的机器的 2379那个端口 懂吧 然后那这儿我们传一下啊 哎,这第一个参数 嗯,new 这儿传的是client v3的config 对,传的是这个类型 然后这个类型里边 它那个字段 首先我先传的是underpost 嗯,大家呢 在刚才那个圆码里边 其实应该有发现 这个underpost是个什么类型啊 对,是个切片类型 也就是说EDCD呢 它不一定是单机的 有可能是集群版的 如果是集群版的 你就在这个切片里边 依次给它传一下就行 对吧 几个接连就传几个地址 我现在只有一个接连 就是strunch 我本期 2379 嗯,多号 哎,这个就可以了啊 然后它这里边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字段 然后 像这些的话 一般是不用的 然后这里边我们再传一个 timeout 对,超时的一个时间 也就是说它多长时间连不上 认为这个挂了 再传一个超时 嗯,咱们就传一个time.second 给它一个时间 好,这样的话 它是能创建出一个EDCD的扣端 然后这边返回值 一个是扣端 一个是error 把这个异常处理 把这个异常处理 嗯,photo 处理一下异常 嗯,如果说没有异常的方向 然后这边先释放一下资源 第一份释放一下资源 close 释放资源 呃,完事呢 我们可以干什么 就可以像刚才那儿设置那个kv了 懂吗 在这里面设置kv 不过呢 像这个kv的话 有时候你可能需要设置kv 它有一个 嗯,期限 或者说有一个时间问题 你这儿就可以给设置一个 序期啊 这儿有一个设置序期 嗯,序期 啊,比如说在这边 我们设置一个序期 cli 它有一个 grant 嗯,grant 序期 这个序期这个东西呢 它里边需要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说叫contest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 对 就是一个时间 然后比如说这儿你想设置序期 时间呢,为5秒 你就这儿传一个5 然后第一个参数是context 嗯,这应该可以直接掉 context 哎,想想啊 con,我是拼,拼的对不对 context 哦,对的 哦,对的 直接掉一个to-do 这就可以了 这个to-do呢 它会给你返回一个context对象 嗯,那么这个grant的方法 它有一个arrow给处理了 好,这个是设置那个序期问题 嗯,那么如果说像刚才我们在那个cmd里边操作的 想给,想给ECD设置那个kv的话 你就这么去设置 然后设置kv 嗯,直接用那个code 在后端 它有一个是put 哎,put在这儿 这个方法呢 你看它的参数 参数第一个还是一个context 这个是上下文对象啊 其实咱们其他语言的框架也有这个上下文对象吧 基本都会用到 可能有的方法呢 它里边用不到 但你也得传一下 传完第一个 然后第二是k 第三个是v 然后第四个是opts 啊 kv 这个传opts传什么类的 我先打上啊 第一个是那个context.todo 第二是k 比如说k 咱们就写个k吧 然后value 第三个参数 我看一下第三个参数什么东西啊 忘了 第三个参数 这种东西你就点进去看 是个函数是吧 哦 是个函数类型 函数类型 options configures operation like get, put, delete 哦 这儿它就是说你可以给这个方法呢 传一些这个传一些参数啊 这个参数呢是关于你取值 然后往里边放值 然后还有删除值的这个设置问题 啊 这个其实它已经用到的就是设计那个选项设计模式 看到了吧 这个其实你很明显看到 它是option 然后后边是一个函数类型 它这儿就是一个选项设计模式 这儿其实你传几个都无所谓 你肯定都能传进去的 嗯 代码在这儿 也就是说这第四个参数呢 你可以对于这个设置值样之类的传一些参数 你比如说在这儿呢 嗯 想传个什么啊 嗯 在这儿 上边是tudo5 啊 Guruint Guruint 这应该有一个返回值啊 哦 是这样的 我相信了 它呢有一个response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呢 可以给它扔进去 也就是说呢 把这个序期绑到我这次传KV上 理解吗 啊 这是一个许期问题啊 我一会儿看这个效果再说许期吧 我先给传进去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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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直接传 那就clant clant v3 with 嗯 Response 点 诶 哦 哦 对对对 哦 我上面这 arrow 没问题是吧 哦 没问题可以啊 Response 点 对点ID 这么去传的 呃 大概意思呢 就是说我这次往里边传KV的话 然后用到的这个序期就是我上面定义的这个序期 5秒的序期啊 以这个序期呢去传东西 嗯 然后我这个put方法看它有啥范围值 嗯 嗯 put 它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Response 还有一个是Arrow 这个Arrow再处理一下 OK 然后这个是设置啊 然后设置完成之后呢 其实现在它应该是5秒的一个有效期啊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这个从从这个管道里边取一下值 嗯 我看一下 cli 然后点put 点put 然后这边的话是put进去 啊 put进去之后 我这呢 应该再让它自动序期 我这写完咱们一会儿先看一下效果啊 可离谱 alive to do 嗯 把这个序期给扔进去 id chArrow 呃 这句话意思呢 就是说我现在呢 想给它进行一个自动序期 它不是5秒吗 我这个自动序一下 自动序一下的话 等于过5秒了 它应该是消的 然后现在呢 我又给序了一下 它就接着是有效的 等于是这个持续有效 那么去期完之后呢 这个keeper live 它有一个返回值 返回值是一个称类型 也就是一个管道类型 呃 这个管道类型呢 会不断的存着那个值 也就是存着那个k和value 啊 达到一个去期的目的 就是说k和value呢 实际上过5秒给它放管道里 哎 这个达到一个一直有效 然后你给放进去之后呢 这边我就可以取一下 从那管道把那个值取出来 取出来呢 给这块打印一下 嗯 嗯 打印一下这个c 嗯 好 我试一下啊 我看这个有没有问题 先把那个edcd启动了 啊 这边是启动 啊 启动完之后呢 我在这儿运行这个tt 嗯 嗯 这么慢 哎 这个编译有这么慢吗 哦 过去了是吧 啊 你看这个c呢 它一直是在去期啊 然后大家可以发现 它管道里取的是很长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儿还有一个是term 啊 一直在去续期 那么这个续期呢 其实这时可以在edcd里边取到你设置那个kv 我们代码呢 主要是把kv给它设置进去了 然后这边再开个口端 etcd ctl 啊 get一个k 嗯 你会发现 NodeFund是吧 NodeFund 这块可能是这个 Windows的问题啊 可能是Windows问题 然后我过这儿set一个 set一个etcd ctl 等于3 我再试一下 你看这个出来了 这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是etcd 啊 它那个etcd的ctl 这个命令 它默认的版本呢 是2 然后我在这个set这句话 是把它默认版本那个2 给设置成这个版本3了 因为你在携带码时呢 它那etcd那个默认是最新版本是3 等于说你那个服务端是第三个版本 口端是第二个版本 它对不上 理解吧 啊 所以说你在口端这儿想看的话 给它设置成这个第三个版本 然后再去get就可以拿到 好这个是etcd啊 然后咱们这个发现这个get一直是可以取到的是吧 哎 你会发现一直是可以取到的 我再取还是可以取 但是如果说我在这个程序端这边把这个程序给我结束了 然后咱们过5秒再看一下 哎 你看现在还是有吧 嗯 然后再来 哎 没有了吧 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续期那个作用啊 续期呢 就是说让这个kv一直在里边是有效的 然后当你这个续期断了它就无效了 懂吧 续期是干这个事的 如果说你不想让它断 你这个代码呢一直跑着它肯定是不断的 或者说你再加一些判断呀之类的什么情况下让它不再续期了之类的 哎 这续期呢其实类似于前面讲的ready 有一个过期时间吧 嗯 嗯 什么 嗯 你这儿的话只能就是说你想设置过期时间比如说十秒是吧啊 你就给它许期十秒然后就不再去了 哦 就就许一次就行了 我这儿等于是一直在续的 嗯 这个东西呢 叫许期 然后在ready那边呢 叫过期时间 对 而ready那边它那个过期时间呢 是你如果不想让它过期的话 你那过期时间设置的就 对 设置零 它那零是默认时候是无限的时间 对吧 嗯 这个其实叫法不一样 你会发现它跟ready很像是吧 嗯 好了 这儿呢是给大家演示一下edcd大概是怎么用的啊 把这代码解一下 哎 对了 我这里边就是调这个口端还就是依赖一个包 这个包呢是edcd的口端 当然呢 你那可能没这个包是吧 嗯 现在会下吗 直接去那个什么去github搜这个东西是吧 搜这个东西 然后根据它那个提示 在那个go guide什么什么就下去去了 啊 这个 关于包的问题呢 你可以自己下 还有我 我前面在去那边发过我电脑的那个所有的包的压缩文件 你可以把我那个压缩文件直接烤到你电脑里 那就是全的 懂吗 嗯 嗯 那确实是多 那个包是连那个区块链那些应用包全都在里边的 这个其实你们如果以后 公司用到比如说区块链的业务 你也可以这个问我 我可以给你点学习资料啊 啊 因为那个去年毕竟讲了讲了一年的区块链呢 区块链其实去年有点凉 今年好像有稍微起来点了 嗯 对啊 这个像上月还是上上月呢 希腊的不是说吗 嗯 所以要发展这个区块链 现在现在近几个月 其实我看新闻 有那个各大行他也在想办法做那个这个数字货币是吧 嗯 嗯 到现在不知道区块链是啥 到现在不知道是啥 到现在不知道是啥 就区块链有兴趣吗 我可以简单给你说几句 有 嗯 那那简单给你说几句啊 嗯 千把这关了 哎 你们有没有公司用那个区块链呀 我之前那个给他们Python带过几节课 然后Python同学后来毕业了 还问我说 拿点那个区块链资料 说公司里边突然有区块链的业务了 然后得学一下 他那个区块链呢是这样的 我看就就搁这写吧 他那个区块链呢是分两个方向啊 就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有学渣卧的同学 渣卧是不是可以可以做那个渣卧外部开发 也可以做安卓开发吧 类似于这种两个方向 他那圈链也是他有一个是B圈 还有一个是链圈 对 其实呃 如果说炒作的话都炒的是B圈 然后如果说落地应用的话 一般都是链圈啊 他这两两个部分咱们分别可以说一下 呃像这个B圈的话就是你们平时了解的那个什么比特币是吧 比特币最近好像又涨了还是跌了 我记得前前几天国际闹矛盾它跌了点 呃比特币 然后这是大家知道的 其实像国内的话也有很多B啊 当然很多呃就是就是圈钱的 对吧 很多各种各样的币呃 呃什么呃 火币 啊火币 还有什么点点币啊黑币啊什么的 对各种B 咱们这一点点来说先说链圈这点这点事 呃这点事是什么意思呢 呃其实最开始包括我自己还有很多人不理解 就是说这个B为什么会有价值是吧 呃很多人其实不理解这个B为啥有价值 呃这个事呢 其实后来我有点想明白了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呢呃就说咱们这个老男孩会得 呃外边有一块地 说那地下呢有金子 对吧 有一块有一块地 地下有金子 那是不是可能有人去挖呀 对 那他去挖是不是呃不管你怎么挖出一些力气 然后给他弄出来 弄出来之后 那你说那个金子他能吃吗 不能吃 他能干嘛呀 能换钱 能换钱是吧 呃其实类似于这个是差不多的意思 那个金子呢 那那你再说了这个金子为什么能换钱呀 其实这个金子就是说大家觉得金子值钱 对吧 或者说大家都认为这个金子是可以换钱的 这这其实是一个信任问题 那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呃我现在写张纸我那纸上写一百万 我把纸给你你信不信啊 不信是吧 那比如说这个呃马云写张纸一百万说你去领一百万吧 你信不信 信不信 对吧 也是骗子是吧 对 这个就是信任问题 就是说你信不信这个事 所以说这些东西呢 呃包括这个各国的货币也一样 这个这个货币为什么能买东西 其实还是信任问题归归根结底 你想他本质是不是信任呀 嗯 对不管你信谁 你信的是谁说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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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